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介绍芝加哥大学和Business Economics专业 在此前的视频里提到过,我的大女儿是本科上的MIT,她此前也被耶鲁芝加哥大学,Open等等别的大学录取 我的小女儿今年开始准备在芝加哥大学上学,一个考虑也是因为她们有不同的兴趣 我的小女儿在写作阅读这些方面可能更感兴趣 当然每一个人的学生他有自己的想法等等 从家长的角度,我看到芝加哥大学一个比较吸引人的专业是所谓叫Business Economics 可以教商业经济学,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新兴的专业 然后目前也非常popular,比较热门,有很多的学生选了一个专业或者感兴趣 在这里根据我们的了解,给大家介绍一下申请芝加哥大学的重点 以及选课,选专业等等方面的情况 我的女儿被芝加哥大学,另外以及TOP的文理学院叫Amherst College 本地弗吉尼亚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学校录取 包括Purdue, Case West等等,后来因为早晨的时候已经录取了一些大学 后来在regular申请的时候,我们申请的数量就已经比较少 后来经过选择比较,文理学院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很好 Amherst College,但是我感觉呢,可能更适合比较成熟的学生 那这个Socially Active的,因为它这个规模很小 一年级呢,只有比如说不到500个学生 那当然学生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 这个校友之间也可以起到很多的帮助 但是呢,文理学院另外也一般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这个呢,无所谓这个对错等等 那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偏好 但是呢,我们亲自也去了文理学院不止一次若干家 然后呢,也去了其他的综合性的大学 公立和私立大学 去过芝加哥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等 最后呢,我们认为选择还是芝加哥大学呢,更好一些 那这个芝加哥大学呢,它实行的是quarter制 一年呢,有四个quarter,像这样 中文有的翻译叫学计 每一个quarter呢,一般来说保持fulltime student 这个身份,你可以选三门课,也可以选四门课 一共呢,大学上四年12个quarter的话 如果说你夏天不选课 spring, autumn,还有winter,这三个quarter 一共12个quarter呢,如果说一个quarter选三门课 那么可以是36门课 那么大学呢,要求说你要选42门课毕业 如果你选过一些AP课程 可以抵这个学分 那么至少呢,要在学校里的campus呢,要读38门课 大部分quarter呢,你选三门课就可以了 只要有两个quarter,选四门课就可以 那么一个quarter,当然时间稍微短一些 然后呢,我们知道呢,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是比较有名的 对吧,一个叫芝加哥经济学派 在全美国,然后比较排名比较高 其他也比较有名 但是经济学本身呢,有的时候比较偏理论 一个呢,用到的数学比较多 另一方面呢,就是本科毕业嘛 直接就业的呢,有的时候相对好像觉得形式并不见得那么好 因为好多时候你要读PhD 那所以现在呢,因应这个市场的需求 那这个大学呢,在前几年还推出的这个商业的经济学啊 像这样,叫Business Economics 这个呢,可以在本科期间呢 在芝加哥大学的商学院选很多应用的课程 比如说Counting, Finance, Management, Marketing等等 那么我们知道呢,芝加哥大学的商学院也是排名比较高的 而且呢,据我所知 这个大学呢,并没有商科的本科啊 并没有这个Business的Undergraduate 这个呢,和NYU,UPN等等是不一样 所以呢,这些原因结合起来 现在想读这个Business Economics专业的人就比较多 这个专业啊,不需要很多的数学课程啊 但是另一方面呢,像前面提到 有很多应用的这个商科 有很多课类似于MBA啊 当然可以叫,有一些学校有BBA 是吧,叫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你可以选这个专业 然后呢,就很多Business的课程 一定程度上类似于Business Major 但是同时呢,还可以用到 比如说芝加哥大学比较有名的 这个Economics的这个Reputation 芝大在录取的时候呢,相应的比其他一些学校可能更注重Academics 比如说有一些藤校 这个学校呢,它可能更注重这个学生的课外活动啊 然后或者是Family背景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竞赛啊等等 那程度,那因为呢,这个 这个,就大家有一个 reputation就是说 相对有这个regress吧 所以呢,就用人单位来说 那这方面也会 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credit啊 那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这个走后门上北大 但是我不会选说北大树学习啊 对吧 这不是这吃力不讨好 对不对啊 这一个道理呢 有一些人呢 如果说能力上这样的名校 那他可能不愿意上名校里面 对于学业啊 要求比较紧啊 这个要求比较高的 但是这个呢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啊 其实可能是一个有利的地方啊 就是比较学校 比较整个人比较注重academics 像前面提到 呃,现在呢 有很多学生啊 传统上比如说选的经济学 economics 这里面呢 现在有一半 甚至更多的人呢 选这个business economics 这个专业 前面讲到就毕业需要的学分啊 数量要求 对吧 一般你要至少要38门课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啊 看到比如说 你选这个major 或者选double major 比如说 有人还选这个叫pre-law major 为法学院来准备的 那如果你选这样的双专业呢 呃,那一般情况下有36门课 也就可以毕业 符合要求 并不需要额外的多选课 像这样呢 其实这个quarter制度 虽然实行的这样的美国大学 并不是很多 但是呢 并不见得是非要学习压力很重 因人而异 像前面我们别的视频讲到 我们新闻名律师事务所很多的客户啊 办理美国的绿卡签证啊 也都是出于为孩子考虑 想要孩子在美国上大学 呃,这个事业发展 那我自己呢 也有这些方面的亲身经历 然后呢 相应的也做一些 呃,这方面的研究了解 那有更多的具体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